OK 來 You got so many people 這裡是台北龍川寺附近的蒙甲工人 也是陳自強大哥導覽的第一站 居心室的強哥是亞洲第一位 街友導覽員 台灣國語叫歸公 不歸就歸啊 公司的公 台灣話叫 強哥講解萬華地區的三路文化 有自己獨有的味道 一 老人多 二 街友多 三 色情多 少的話 三五百位 多的話 七八百位 第一個原因 消除其莫 第二個原因 輸解壓力 第三個原因 減輕他家人的擔心 看起來與一般人無異的他 過去其實曾經混過了黑社會 犯下二十幾個案件 深圳還有著幫派的印記 背景如此曲折的強哥 有了促使他精盆洗手的原因 被幫助澳山很多啊 一定會怕 所以他就想著會死 民國九十年 民國九十年 出疫之後 出疫之後 就沒有再問題之後 殘哥出疫後前往中國大陸 最後卻離經生意失敗 流落台北街頭 當時台北車站地下街停車場 和萬華蒙甲公園就是他的家 在這裡 他也發生一件 改變他人生故事的轉捩點 有一個晚上 我睡了地方的附近 一位女傑友 用腳踢他 你幹嘛踢他 差不多兩三點 左胸這個 用力的一打 碰個坐下 然後吐醒 送到交通警察 太多了 然後送中心 沒想到殘哥在醫院這一趟 就是一個月之久 根據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統計 目前北市有近700多位遊民 其中就有592位街友居入定所 各地區的社會福利機構 都有社工主動介入關懷 而萬華區的街友就是其中一個平台 提供街友成為城市導覽員 在導覽的過程中 可以看到強哥戴著一頂黑紅色的鴨神帽 那是大致雜誌的標誌 其實強哥不只是街頭盜覽員 那同時也是大致的販售員 那種是這樣 好不好 買過嘛 買過 所以我就有社會局 以公代證 那個方案 你賣雜誌 你有興趣的話就可以 導覽時間之餘 強哥會利用平日時間 到捷運古廳站外擺賣雜誌 只要看讓他穿上橘色背心 戴上大致的帽子 這時他就是專業的雜誌販售員 我是在附近上班的上班族 強哥在賣雜誌 他們做這件賣雜誌的事情 除了有收入之外 還可以接觸人群的 跟人有一個互動的感覺 如果他們去做其他工作 可能比較沒辦法達到的事情 脫去導覽員及大致販售員的身份 強哥也曾經到少年關護所和龜山監獄演說 因為游泳同樣的遭遇 所以強哥作為過來人 面對在監獄裡面的年輕人 心裡有很多的捨不得 都未成年了 看了很難度 結果我騎過三次之後我就不騎 跟那些小朋友講 我說我從高中二年級開始 跟你們一樣喔 沒有好好念書學會喔 沒有好像 不要走歪路就對了 要改學歸正 在採訪之前 我們已經跟強哥聯繫一段時間了 他總是跟我們說 只要是學生來找我導覽 我一定不會收錢當做做公益 我覺得陳大哥是一個很願意去分享 他經歷的人 因為他身上其實有很多的故事 很多其實是他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講出來的一些狀況啊 是非常的有味道 當期待還有執照 就像開車一樣還有駕照 所以啊 將心比心 看著出寒自信 颱風相當穩重的導覽元強哥 非常難看出他曾經過著很辛苦的街頭流浪生活 能夠讓一般人了解說 不只能自力更生 也能用雙手給予奉獻 同時也回饋自己成為亞洲第一位街友導覽員 對賓 血管 健三嬸 健三嬸 健三嬸